神明會鄉 當機跟著湊熱鬧 但這手上的法器居然是一把槍 網友驚呼 超派 神鬼人都被嚇一跳 原來當機拿狼牙棒已經過時 直接亮槍被說是戰鬥部隊 到底哪來的法器這麼猛 時機回到這間位在南投竹山的宮廟 就連神桌上每尊神像也都持槍 令人吃驚 有些人打架 打架說他需要自己穿 這樣才有四十幾年 讓人大開眼界的 還有張花式這間觀衣廟 廟房拔筊居然拔出懸空的懸空 拔筊反彈飛起來 黏在神桌的桌裙上 緊緊扒著懸空 當下整張桌裙飄啊飄啊 不會仍是聞風不動 有些人會拔 廟房要問助手事宜 原本連拔筊三次都是臭筊 沒想到第四次 筊飛到桌裙上 而這張桌裙是刺繡八仙彩 筊看起來被龍爪抓著 龍尾頂著 會是神機嗎 信眾熱論 但李華老師則認為是偶然 剛好掛住的部分 是在龍爪的部分 所以他那個絲線 特別往外突出來 然後第二部分是 他那個纖維部分 剛好有勾到 懸空筊已經卡在桌裙上 整整一天 讓信眾嘖嘖稱奇 接著曾偉祥 陳盛偉 盧俊傑 王世函 南投彰化 採訪報導 我是王一仲 新聞的產業帶給我滿滿的使命感 不論是貼近民生的議題 或是國際的話題 我都能夠精確真實傳達最完整的資訊 給各位觀眾 當然更多的新聞 請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